那半岛电视台的记者也说 加萨目前是怎样 它用的形容词非常好 退回中世纪 这个杀戮的残忍也像中世纪一样 退回中世纪 正在崩溃的边缘 以色列能源部长告诉大家 没错 这是以色列干的 我们切断了加萨走廊的水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说嘛 这个加萨的水基本上都是以色列在控制 这里是沙漠地区 基本上不太会降雨 水切断了 燃料切断了 这个电也切断了 基本上也没有食物 也没有医疗设备 那请问全世界主张的普世价值 人道呢 人道不重要吗 这人道走廊呢 谁能够伸出援手呢 埃及立刻宣布 无限期关闭边境 人道走廊我不要 你能够怪埃及吗 埃及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苦衷 埃及说呢 已经跟美国跟其他国家讨论过 那这个加萨走廊边境 提供紧急援助的计划 我可以提供一些食物啊 饮水给你啊 但是你要到我这里来 很抱歉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同样让介大使谈一下 你就人道走廊 埃及拒绝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真的大家做困仇成 就是眼睛扔等死吗 那另外一头很重要的 中国大陆跟巴勒斯坦 就是交战的双方通了个电话 那是由中国的中东特使 跟这个巴勒斯坦的外交部 第一副部长通了电话 那大陆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嘛 立即停火 保护平民 对不对 然后提出了两国方案 两国方案是联合国的决议 不是中国大陆单一的主张 人道嘛 对不对 要劝和促坦嘛 跟俄乌的立场一样 那巴勒斯坦说什么 信任中国 希望中国在当前情势之下 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这个巴勒斯坦当然希望能够挺嘛 那普丁也表态了 普丁讲的这个话 他怎么说呢 如果男人们决定要互相战斗 让他们战斗吧 不要把妇女跟儿童卷入其中 这基本上也是一个 这个人道的概念 无辜的平民百姓 老弱妇孺等等 不要把他们卷入死亡的漩涡当中 然后他也是同样的嘛 美国部署航母打击群 会让尾巴新一轮的冲突 不但不会和缓 而且局势升级 介大使 人道走廊 山穷水尽 没有任何方法了吗 人道走廊之外 那就是海上通道 那让这些国际救难组织 这个资源可以进去 可是以色列是控制整个 这个加萨的 他的对外的所有通道 所以你走陆路进不了的话 你海陆的话也要通过以色列 也要以色列同意 也要以色列同意 那当然附近还有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 看美国同不同意 对 所以现在把这个加萨就是团团围住 就像以前中国股舍后作战法 这个城围困以后 最后老百姓就饿死一半在里面 有的时候就是绝树根 吃老鼠 什么都听过 或者易子而食 这都可能发生 那现在这个战法就有点 所以就不是退回中世纪 这是中世纪的打法 今天就是把你饿死 把你什么资源都没有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做法的话 就已经在事实上具体在实现 这个内坦雅胡他说的 我就要让你们这些人 通通怎么从地球上消失 把你弥平 对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 这些年来 内坦雅胡这些强硬派 第一次找到机会 可以把这个 这个哈马斯 还有这个加萨走廊问题 彻底解决 对 你看俄乌战争 发生第一时间 像波兰就伸出援手 因为波兰刚好在边境 所以那个人道走廊开通之后 很多国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所以至少平民百姓 有个出口存在 留个活口 那埃及拒绝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埃及我想第一个就是说 他可能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 这个负担起这么多的难民 这个是230万人 我是觉得30万的话 对一个国家来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如果进来100万的话 那埃及当然不愿意了 那还有就是说 我现在把这个人都放进来的话 那就是以色列不是让以色列目的就达到了吗 以色列就是要把这些人赶走啊 对所以就是说你基本上 人在里面多多少少国际社会还关怀 国际社会还会去关切这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这个加萨走廊 过去长期是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救助的 所以联合国人员在里面非常多 所以我们刚刚看比如说WHO WHO有常住的人啊 那还有一个联合国学校 那这个学校也被炸了 所以真正现在留在加萨里面 就非加萨居民的这个外国的组织 国际组织人员的话 那就是联合国机构的啊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我想埃及它有战略上的考虑 那么就是说现在把人都放走了 那不正合以色列的意吗 那以色列不就正好达到目的了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战争的时候 真的大家都是想的是策略 跟那个策略的目标 真的人命是最不值钱了 不过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以色列目前这个做法 它如果再累积再多的这个 这种平民的死伤的话 那我觉得它的整个这个 本来它是一个受害者 还有那一点点的一些 所谓的合理性 那就会荡然无存 那就会变成国际舆论攻击的一个对象 那这个时候最后剩下来 只会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 可是美国今天 昨天的时候美国众议院一个议员 他事实上他是美国共和党的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议员 他招待开记者会 他报一个料 他说据他的情报 事实上在阿玛斯攻击以色列的前一天 那个时候埃及已经警告 以色列政府说可能阿玛斯要有大行动 他说为什么内坦养国都不做行动 对 为什么都不行 所以现在这种说法现在在国际间传得很快 假设这个说法是真的 那纳坦雅胡为什么不做行动 两个 第一个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不可能 那第二个大家知道纳坦雅胡有执政的一些危机 他想借由外部这场战争来化解他的危机 如果是第二个的话 这个人真的是齐心可诛 那你觉得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是第二个 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强硬的极端的一个主战派 那他让这个悲剧发生 然后呢他就有充足的理由发动一场 巩固自己的政权 也达到了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政治目的 对因为他在以色列内部争议很大 他的政权不但是这个国际上受到很多人的这个非议 在国内他也不见得是那么稳 可是这场战争一开打以后 他就他很可能将来变成以色列的民族英雄 对全国居民一新 是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